非常非常想成为一个好的妻子 但是她根本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成为一个好的妻子 我可以给她做早餐 我可以给她做饭 但反过来我也希望她给我 做早餐可以给我做饭 她对我的爱没有那么的 像我对她的那么多 给予的那么多 她可能是零分的妻子 在离婚之前 她质问过我这事 她说你到底做了几顿饭 有一点委屈 其实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告诉她 我可能不能成为一个 正常意义上的合格的好妻子 但是她跟我说 我需要的不是一个阿姨 我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品 艺术品 你不用太操心生活上的事情 但我始终不觉得 这个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 我能意识到的 伤害这顿感情的事情 就是长久的沉默吧 而且有时候 在我真正坦诚我的情绪 或者我的烦恼的时候 她只是说 你想太多了 就根本也不想了解 我去谁去谁去 就是两个自尊程度都很高的人 都去较劲的话 那就谁也弄不了谁 我记得问题出的最大的是 我去歌手之前 她自己做了一部戏叫 《导连格雷的花像》 最开始她做这个戏剧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有参与进去的 可能有一个角色啊 但后来 好像没过多久 她就跟我说 你不用来了 不需要你这个角色了 我说好 但是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隐隐觉得有些什么东西不对 然后再怎么想跟她进行沟通 一个字也不说 说实话刚开始 接到就是想说有歌手这样一个事情 并且可以去踢馆的时候 我确实笑得意了一下 嗯 接气 我要开始忙了 看你怎么办 比如说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 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她的那个边界 她的底线 然后可能开一些玩笑 有公松过 但是她的有时候点可能有点过多 相处的时候 我不喜欢她的朋友的时候 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且每次都去跟他们去社交去玩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她总觉得别人别有用心 你的某一方面对她有好处 所以她才会这样对你 她跟人一聊天 她有时候会觉得 这一如假太商业了 但是我的出事方式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能真的某方面能为你带来利益 我巴不得 我开心呢 那这才是朋友呀 是啊 是啊 我们俩这一次一起旅行 然后第一次见面 还是没有办法承认对方的柔弱与脆弱 就是那种不认输的感觉 就是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对抗感 你们在对抗什么呢 好像是尊严 尊严 对 我希望你有的时候可以变得柔软一些 她也希望我有的时候变得柔软一些 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表现出来了柔软 但是内心中永远没有办法承认对方的柔软 两个人心中总是有一个牛相互的对柔 较劲 那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是永远都是对的吗 不肯服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就不能服软了 怎么就不服输了 我不知道 可能还没有到可以认错的那个年纪 小sten 现在就有一个脸床 我们联系的时间 我看今天 也是这种脸床 就先理解了 我看 International 我不会有没有 我的脸床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有的 拜拜